看到市场方面 A股和美股是正在经历 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市场阶段 那么他们各自在表现上 有着怎样的现阶段特点呢 国常会为汽车行业 是送来了政策大礼包 行业汇暖是否是指质可待 相关的话题让我们现在 马上来连线前海开源基金 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 杨先生早上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说一下美股方面 2022年对于美股来说 一定是一个值得铭记的 今年的前100个交易日的表现 可以说是1970年以来 最差的一个开局了 但往往在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 这个股债市场之间 更多的会呈现一个 此消彼长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3月以来 美国金融市场是不断是上演了 股债双杀的一个现象 想请问一下您这是为什么 那么接下来这个格局 会不会继续的演变呢 美国今年遇到的情况是高通账 由于过去两年美联储 实施能力率 无限量化宽松 导致全球物价上涨 那么美国CPI已经是达到 近40年的最高水平 CPI在8%以上 这使得美联储不得不采取加息缩表方式来应对 那么这对于经济复苏是不利的 同时会打击股市的信心 所以我们看到 一方面美联储不断加息缩表 另一方面 俄国冲突又进一步推高了原油 天然气 农山米的价格 导致全球通胀 居高不下 所以股债双杀的一个局面 就在美国出现了 那么美国股市经过过去十几年的上涨 估值也是在历史的高位 所以一旦出现下跌的这个趋势 可能就会跌跌不休 现在安萨克指数已经是跌了30% 进入到熊市区间 标普外指数也已经接近20%的流行分界线 那么这说明美股短期之内 还是会受到美联储加息的影响 出现回落 并且短期之内还不一定能够见底 因为它估值确实是在历史的高位 而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和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 这也说明大家对于 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没有信心 宁愿去买长期的国债 也不愿意做投资 这使得市场的信息受到各大的打击 那么股债双杀的局面就出现了 那么很多人担心美股下跌 可能会影响到A股和港股的表现 好在两个市场的位置不同 美股是处于历史最高估值附近 而A股和港股则是在历史比较低的位置 甚至在地板上 所以美股的下跌 可能对A股港股的走势有短期的影响 那么长期来看并没有它的影响 那么A股和港股更多的还是 受到国内的经济增长 疫情防控等多方面的影响 受到美股的影响并不是太大 这一点不必过于担心 那我们看到本周A股的表现也是比较参差 那政府也比较大 板块方面轮换也是很频繁的 比如说还有像猴头概念股大起大落 那么您怎么来分析当下A股的这个变动的特点 那板块方面投资者该如何的把握 而且经历了五穷月之后 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六节月呢 那么在经过几年以来大幅刹跌之后 其实很多优质个股已经是跌出了机会 那么在五一之前 市场跌破2900点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要珍惜三千点之下 建仓优质股票以及优质基金的时机 因为市场在三千点之下 不会待太长的时间 现在市场已经重回三千点之上 虽然上涨的过程一波三指 但是好的公司将会以时间化空间 逐步的修复这个固执 出现了一定的回升 特别是这一轮新能源呢 零涨两次 那么在四月底呢 我建议大家重点布局 新能源汽车 铁电池 光伏等 新能源龙头股 因为新能源是各个行业中 警惕度比较高 并且发展前景比较广阔的一个行业 新能源汽车的销量 在今年前四个月仍然是两万数增长 甚至有的车型实现了翻倍增长 而传统汽车呢 则是出现大幅的下降 这说明新能源汽车替代 传统的燃油车呢 速度正在加快 占有率呢会更高 渗透率也会更高 这辆会给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带来机会 而欧盟宣布将加快光伏的发展 通过光伏发电来替代传统能源 这一点和我国的策略是不谋而合 所以光伏产业呢 也是目前确定性比较好的 那么大力发展清净能源 是实现双台目标的必要之路 所以坚定看好的新能源 清净能源的这个机会 消费呢则是受到疫情压抑 比较明显的 所以消费板块呢 起来可能还有待时日 那么要等到呢 疫情得到防控 得到控制 那么疫情防控措施调整之后 消费才会有较好的机会 那么昨天呢 我们看到 为经济的这个电视电话会议 召开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将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来提振经济增速 当然在多地 疫情严重的情况之下呢 可能很多措施啊 落地还需要时间 可能不一定那么顺畅 所以呢 市场短期之内 还是维持正当的这个走势 市场需要看到 更多明确的信号之后 才会进一步走向 当然在市场底部呢 保持信息和耐心非常重要 您刚刚在提到行业表现的时候 也是说到这个新能源汽车 替代传统汽车的这个速度 是正在加快的 确实看到近期啊 这个板块有很多这样的消息 比如说在5月23号的时候 国常会就提出了要放宽 汽车限购 并且也是阶段性的减征部分 乘用车购置税600亿人民币 也是超出了市场预期啊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提出的方式 是减免购置税 而不是直接来补贴 拉动汽车消费 对于这个燃油车和电动车的 一个利好程度 您觉得相同吗 投资者是否可以来提前布局 向二级市场的相关投资呢 那最重要的刺激消费呢 汽车和家电两个耐用品 是主要的刺激对象 而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 传统汽车减少过去税 将会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并且呢 两者采取不同的税率 对新能源汽车的优惠力度更大 这会进一步推动消费者呢 从买传统燃油车转向买新能源汽车 所以新能源汽车呢 表现会更好 那么从四月份的销量来看到啊 传统汽车的销量下降了一半 而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呢 则是上升了38% 这再次证明呢 新能源汽车对传统汽车的这种 替代作用越来越明显 而从政策的引导来看呢 也是越来越明显 那么从补贴的角度来看 之前主要是补贴新能源汽车 传统汽车是不会补贴的 那这一次直接减购置税 无论是传统汽车还是新能源汽车 都是受益的 这有利于呢 提振呢消费者对于 购车的这个信心 那么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么很多人的收入下降 买车的欲望也比较低 这也使得呢 汽车的终端需求比较小 所以传统汽车的机会啊 并不大 主要的机会还是在新能源汽车上 包括新能源汽车产链啊 像铃电池啊 整池啊 这些可能是直接受益的 还是要大力关注呢 这个清建能源 以及相关基金的一些机会 那么在消费整理低迷的情况之下呢 国家还会处带更多的政策 来刺激消费 包括呢刺激汽车消费 家电消费等等 好的 非常感谢杨栋王先生 这一时段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好的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呢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